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7月25日 星期日 是放假的日子 星期天 今天就是 跟大家繼續說這個國情 這個國家真的很奇怪 是不是 當我們剛剛上一節就是對普通老百姓 予以同情 是不是 轉頭又會發現 又要揭露 小粉紅不包括在內 假如他有小粉紅的傾向 五毛的行徑 那些我們就會列作敵對勢力 所以原則和原理相當之清楚 那麼這堆 五毛小粉紅又來了 這個國家的人 長期都玻璃心碎裂 長期都處於崩潰狀態 到底真是真崩潰還是假崩潰呢 真是 開始內人尋味 找不到真相出來了 話說跟東京奧運有關 跟美國NBC轉播東京奧運 就是開幕 就是相關 竟然中國地圖裏面只有那隻 公雞 中國地圖就是公雞來的 包括香港 台灣 中國大陸官方就是露轟 中國大陸的內地網民就是陷入 情緒崩潰 是不是 有氣炸了他們 其實要對付他們也很容易 不停地把 中國地圖 把台灣和香港劃走 甚至乎 把西藏和新疆都弄走 這個國家的人民 真的是 陷入精神 失常的狀態 每一次 你何時會看到有一個國家 我真的數不出了 我看不到美國人 看不到英國人 看不到任何一個國家的人 參加這個 國際的任何的活動 會看到自己的國家 對方把地圖登出來的時候 他們會發瘋 俄羅斯我就不知道 俄羅斯就有老大哥 俄羅斯也可能有相同情況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其他國家我就說不出 有誰 會像中國大陸那樣 話說東京奧運就在23日正式開幕 美國的NBC電視台就是轉播中國隊入場的時候 畫面裏面就出現了一個小格的中國的地圖 竟然在中國地圖上面就是沒有台灣 中國的網友 就是群情洶湧 異常之 憤怒 甚至乎是崩潰 在這裏大叫 祖國山河寸土不讓 到底是怎樣不讓呢 今天Tony就會跟大家說 另外一個叫做 颱風煙花 煙花就是造成一個奇怪的路徑圖 在地圖上面看 就是 好像一個 羊具那樣 在中國大陸那裏伸出來 但是 就是向下 換句話說 這個國家 就是這樣 現在 這件事不只是內地網民 那麼簡單 不是內地網民出來大叫 祖國山河寸土不讓 連中國駐紐約的總領事館 也為此發了聲明 批評 NBC電視台做法是十分之惡劣 實際上 我認為美國的做法沒有任何 不對的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根本 從來都不屬於你的 為甚麼地圖要幫你畫上去呢 你 不如這樣吧 解放軍你把事哪一隻軍機安全降落 在台灣給我們看看 如果你能夠 正常安全降落 我們 勉強也可以把你畫在地圖上 但是這件事從來都沒有辦法發生 那個地方根本從來都不屬於你的 何來 十分惡劣的行徑 令到台灣從你手上分裂出去呢 一個根本從來 都不是你控制的地方 日本NHK電視台和南韓 NBC電視台 就是以證明 介紹台灣選手入場 不是用中華台北 是用台灣來介紹 美國的NBC電視台 亦都在轉播開幕儀式的期間 就是不把台灣列入中國地圖 引發 內地網民情緒崩潰 台灣網友 就是瘋狂點讚 在微博上面就是另一番景象 中國網友 就表示崩潰 就在留言 真是復了 賤不賤 罵美國 然後有人留言 祖國山河寸土不讓 中國雖大 但一點也不能少 地圖雖小 但一點也不能錯 請不要偷偷摸摸動手腳 誰偷偷摸摸動手腳 光明正大在電視機面前 告訴你 台灣不屬於你 這個不是偷偷摸摸來的 這個是 這是一個 Decoration 這是一個宣示 地圖一點也不能少 麻煩你 這班小粉紅 麻煩你向蘇聯大哥 俄羅斯追討 你們失去的土地 包括這個 太多了一時間不能進錄 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 也對這件事發了 聲明 官方聲明 不只是小粉紅 網民留言那麼簡單 作為曾經 在美國 獨家轉播了2008年北京 奧運 的一間 美國的主要電視媒體 NBC 在奧運的 頻道 上面的行為 十分之惡劣 傷害了中國人民 的尊嚴 和感情 厲害 原來你的感情和尊嚴 只是一個地圖 就能夠傷害到了 這個國家到底是甚麼構造 整天說你玻璃心真是沒有錯 其實 聲明表示要敦促NBC在這方面認識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必須採取措施 糾正錯誤 NBC就不會糾正了 因為奧運都已經開始了 是不是 你可以怎樣 杯葛東京奧運 立即 把拉隊離場 把金牌扔到坑渠 是不是 發聲明沒有用的 要做就拉隊離場 是不是 參與奧運 拿金牌 拿得你那麼過癮 我猜今年 東京奧運 都已經很久了 全世界一致 基本上 以中國大陸作為敵人 真的不好意思 坦白說 以前看奧運 都是會 有些碰中國隊 現在不好意思 我真是 我們跟你 太大仇恨了 對上一屆奧運 你不能怪我 對上一屆奧運 是在2019年之前的 當時還沒有發生反送中運動 和時代革命 所以現在發生了 絕對不可能 無論甚麼原因 我半點也不可能支持你中國隊 看看總領館發的聲明 最後一段發言人表示 團結和平與友誼 是奧運會永恆的主題 你也知道的嗎 一個最 無賴的國家 竟然會說團結和和平 中方一貫堅決反對把體育運動 政治化 哈哈 真是 天大笑話 堅決反對有為這個奧林匹克憲章 精神的行為 包括美國奧委會 以及在內的國際有關各方面的共識 現在 試圖在奧運會上玩弄小把氣 不如你罵日本吧 日本一直都在做小把氣 那你又去日本 拉隊走 又要去參加 又要去拿人家的金牌 又要去比賽 又要國際去承認你 台灣參加 你不要參加 真的越看越開心 我也挺認為 這屆奧運會 全世界人一起看中國隊 最上心樂事 不是我們上綱上線 這是原則問題 尤其是中國隊 中國隊是沒有運動員的 中國隊 全部是國家級 幫官方做事的 所以他們那些 嚴格來說是 中國共產黨的士兵 他們是動用國家之力 訓練出來的特工來做的行為 當然我不是說他們去收集情報 去殺人 但是 國家運動員 絕對不能夠跟民間運動員 人家民間運動員 去參賽 不能相比 所以他們不是民間的運動員 他們現在不是在做運動 他們在做的事 是為了要為國爭光 換句話說他們在做的事 他們在做士兵做的事 他們受的訓練就是國家之助的 所以這群人百分之一千 不是運動員 他們其實只是一個 負責去 奧運運動會那裏拿獎的一群機器 他們只是士兵來的 當然這群人還會走去 就是紅了 跟著就去賣廣告 跟著就自己去賣真銀 所以呢 這群人 絕對無論任何原因 都不可能支持他 另一方面 根據另一篇報導 當時的直播現場 就是說中國地圖上沒有了香港 不過根據我的觀察 嚴格來說 那麼小的地圖 應該沒甚麼理由會看到沒有了香港 如果你說看不到香港就麻煩了 基本上也看不到澳本 甚至乎就沒有了這個藍沙群島 九段線範圍也沒有 這個國家真的越來越有趣 每次 顯示他的地圖 都能夠使得這群人紮紮跳 這群人就是現在 是瘋狂地進擊 任何人 他們都不放過了 到底有多少是加速師 有多少是真的五毛呢 我們現在也分不了 但是也可以很肯定告訴大家 真的五毛其實真的很多 也不要一看到人家 做加速的事情 就說那些是自己人 你這樣做法 你多多都不夠死 你不如叫黑警開槍吧 是不是 不能夠這樣說法的 當自己人 那麼你就要稱讚鄧炳強 如果按你的這個說法 那真的是本末倒置 中國大陸就是繼續進行這個搬起石頭 摘自己的腳的行為 整個奧運 所以就告訴大家 最好看的地方就是繼續 看這個中國隊 如何落敗 從而再看他的那些無賴行為 當他們贏不了那些無賴行為 應該就是這個奧運會裏面最好看的東西 我們今節跟大家說到這裏了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 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兩個頻道 以及繼續手動點擊廣告 繼續用無限loop大法 幫我們播放 我們今節跟大家說到這裏了 拜拜 我們會不會不斷付 今天就是oredbit insight 可以會不斷hooting 我們會不會再聽到一個屏鬥鬥的